今天難得看到路浦花形高手的天風賽,很想分享給大家。 隊友是仙道和池上,是個典型的空間鎮。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記得訂閱和按下右邊的響鈴,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籃高手的資訊。 隊友是仙道。 路浦很多玩家都沒有在玩藤真了,現在三分球非常貼。 這一球目在左方,藤真防守右方就可以了。一個基本的防守站位。 這個位置轉身,花形的身體被遮擋著,很難分辨它是灌籃或是後仰射球。 櫻木的印象是上一個轉身灌籃的動作,花形舉手時櫻木就沒有跟貼,後仰射球得手了。 一般的仙道空間鎮, 兩名射手都需要站在三分線上。但花形在進籃框後仰射球,也很易有空位了。 橫針的三分針真的鐵得非常恐怖,三次中有兩次試空位,也是不入。 花形甲頭引來櫻木走近它,就及時用騎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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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剛剛的一次進攻用了旗射,櫻木就在旗射的帽點跳起了。 花形就改用后阳射球,虽然没有射入,但每一次也好像在玩弄鹦鹿一样。 一个人很难守住这花形玩家,木精四也赶来协防,但干扰射球二进一了。 鹏针终于入第一球三分了。 再一次发挥空间阵的优势,花形的站位非常之好,刚刚能用到后阳射球。 用花形的朋友一定要熟悉它的距离。 鼓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花形式看到鹦鹜没被骗起 就乖乖地把球闯出去 不会顶投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鹦鹜被封之后的位置 根本抢不到的板球 他向外走令到花形出现了空位 比较可惜的是 这个时候幕开始百万 令原本精彩的比赛失色不少 这球如果传给鹦鹜的话 就是一个空位射球了 藤真发挥也不是很好 这位花形玩家的操作 每一次都用上次攻击手法做出变化 防守球员往往错误防守了 这个技巧都可以用在不同的球员身上 值得我们去学习 这个技巧都可以用在不同的球员 大家如果有想看的球员 或是想看的题材 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尽力去找给大家 我是你猪我猪 我不懂说国语 做一个视频花上了很多时间 如果缺少了你的一个live 我怕我会支持不住 下次见